一卧谈这个景点真受到国内华有客观众 每年总是欣赏有百万人来这里游浪 为了要提升一卧谈地区政体的方便救灾的力量 加县国党会的认识 台湾大观点像 今天就在一卧谈一合的进水口 来基盘观众和共救灾的演统活动 过程上当的必须 也好参加人员都大家感慨 派渡日清了台湾发电枪 为了一卧谈一合进水口 去到中进水口炸掉来影响发电 最后在电枪保存和近方造成的顶部今晚 中派渡只是台湾成功 毕竟的演练 让参加的专官和来兵都感到一样的经典 要让收到这些观众和实际的发生 是特别有感 我爸爸是开船的 所以我觉得我爸爸和客人都是有保障的 所以我回去可以教他注意安全 如果真的发生的话 叫他不要紧张 很逼真 然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真的发生的话 这是很重要的 我个人是蛮肯定同仁的付出 尤其今天还是在下雨的情况 能够大家不为天气那么冷 模拟落水去救灾的情况 值得肯定 由台湾发电枪主办的欢庄和向救灾宴连 尤其中途在一些谈的以后进水靠电枪 因为五年半一次 规模和过程都相当必须 尤其在虚拟小方分队的配合之下 看到水最救火救灾的重要性 台湾发电枪以及一关处的希望 就这次演练 能处境当人共同来重视 平常就要多做一分准备 就少一分灾害跟损失 游客的安全是我们日月潭非常重视的 那我们每一年都会跟相关的机关 包括台电公司警察单位消防单位 尤其是跟我们这个游领工会这边 一起做这个水域的安全的演练 那最主要的用意就是训练同仁 平常对于维修设备的一个熟练度 再来就是突发状况的时候的一个处置 能够熟练 这次是关注国特别邀请 民谈和地法国小学生最会前来参与演续 了解风景才的重要性 毕竟的演练也要开始给大家时代开感慨 记得金山 蔡宏不渡